一入口然後就那種 很滑耶 我算你溜滑雞那種 磨半獨棄 吃了一盒磨 免費大分胎 為了進行這次任務 我在半年前就開始布局 明明玫瑰檸檬塔到處都有 Quinty的美門市只能網購 到底憑什麼讓我等到華兒都卸了 哇 這是台中那個要等半年的檸檬塔嗎 真的假的啦 我是想買但不敢下手耶 其實這裡只有一個是要等半年的 另外兩個不但網購不用的 甚至在實體地面就可以買得到 嗯 這三個是不同家的喔 可是看起來都差不多啊 看起來差不多吃新鴨應該也差不多吧 那這樣我幹嘛要等半年的咧 這個問題啊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你們今天的任務 就是要盲吃這三個檸檬塔 幫網友見定一下 究竟這個等待值不值得 要等半年的Quinty的檸檬塔 請得起盲吃考驗嗎 開動啦 好酸喔 零後分離欸 餅皮大分開 這一隊就是圓喔 檸檬餡就是可能就是 金酸刻薄的那種 潑潑媽媽啦 而且你不覺得它餅皮 很像鳳梨酥嗎 很膩啊 我們兩個人剩了一個會比較剛好 我明感是 喔 欸這為什麼有膜啊 欸真的欸 看起來好精緻喔 剛剛好像是用 擠的那種感覺 這個好像有比較多便 遠看會覺得很像 好像在開禮物喔 它聞起來 比較低調 剛剛那個一聞都聞到檸檬的味道 那種很嗆鼻的 那種檸檬的味道 嗯 好脆喔 比較新鮮欸 好像那種 剛塞下來的檸檬 塔皮跟醬是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嗯 塔皮會把膠點 盡可能給檸檬餡 老婆去 可能去外面交際應酬啊 然後她老公是在家裡顧孩子之類的 互相襯托的感覺 有些外面的檸檬塔 它就是因為 它為了那個酸味 然後要蓋掉 它就會加很多糖 又酸又甜 然後又很膩 它是那種很清爽的感覺 減肥的時候在吃也不會有負擔 男生應該也蠻愛的喔 檸檬餡就是有那種滑順感 就是在手頭上面就是 咻咻 比較多美 你入口然後就是那種 很滑啊 我順便溜滑肌那種 模範福奇 欸這個顏色 新鮮嗎 枯萎的玫瑰 而且它也太空了吧 它就沒有填滿是怎樣 手抖了一下 你那個就 極多一點 然後就沒在 就很像小朋友勞作 我吃了什麼 吃了一塊蜘蛛 哈哈 皮膚 紅紅洞洞 它旁邊都沒有擠滿 花瓣跟花瓣之間都是空氣 它很像被騙耶 不行耶 不行 檸檬霜感覺是 比較多砂糖 酸味比較淡 我一定猜出來 我也覺得我可以 上來進行投票 第一回合的檸檬霜你們給幾分 塔皮呢 這個塔皮真的是騙人的 第二個的檸檬霜幾分 滿分嗎 塔皮幾分 新鮮度 然後還有口感 真的有差別 我心目中覺得它就是要等半年了 這一分就是 等太久了 為什麼扣在塔皮不是扣檸檬霜 因為檸檬霜太完美啦 然後 不能檸檬霜不能扣 不能扣 他委屈一點 對不起 第三回合的檸檬霜給幾分 有這個分數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知道哪一家就要等半年了吧 不用講啊 第二家 第二家 覺得是第二家 答對了 上司盤 重點來囉 你們願意為了它整半年嗎 我覺得可以 要不要糖果 好 馬上送給新鮮好友 好像也不錯 超油麵 外觀都是玫瑰花瓣 但是吃起來真的完全天壤之別 我覺得我可以吃一束 一束 99朵玫瑰花 要唱歌了是不是 這很漂亮耶 哇 這是精品喔 還有防塵紙耶 每次我可能可以開始 快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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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快要不要 快要不要 快要不要